天空中黑色浓烟密布 宛如被一大片乌云笼罩 乌克兰西部大臣李维夫 在相隔一周后 再次遭到俄军发射飞弹击中 法典场冒出橘色烈焰 消防人员紧急出动灭火 李维夫市长表示 俄军的飞弹破坏了三座变电所 造成部分地区停电 无亲战火夺走的 还有家住利维夫的护理师 巴兰迪娜的双腿 巴兰迪娜是在回家的路上 踩到地雷 穿上简约的白色礼服 戴上花圈 新婚夫妻巴兰迪娜和丈夫 在利维夫的医院 跳起第一支舞 失去双腿让巴兰迪娜难以接受 好在有家人的支持 才挺了过来 不管南东部第二大臣 哈尔科夫的打火弟兄 也疲于奔命救火 俄军炮击 击中这座公园 而在哈尔科夫附近的村落 鲁西卡洛佐瓦 乌军正在协助当地的老人家们 撤离家园 已经高龄95岁的乌克兰老奶奶 只带着简单的家当离开 回想起在地下室 躲避轰炸的恐怖回忆 老奶奶忍不住哭了 俄军在三号对乌克兰的轰炸 造成近一个月来最惨重的单日死伤 战火究竟何时能停歇 依旧没人知道 欢迎收看大家的最好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